中美贸易关系多次临近破裂边缘,香港美国商会会长祖泰娜,接受本部专访时预计,中美贸易战的发展张是漫长兼丑陋,他并称,夹在中美两国之间的香港,各行各业也被牵涉其中,未来面对最大的人优势,美国可能对港美贸易及投资私家监管和限制。 压抑中资公司在香港成立分部等,以避开贸易战打压的措施,非关税逼累证增加,他指,中美贸易摩擦未来一年只会有增无减,贸战对中国及香港企业都带来负面影响,他留意到,诸如非关税贸易逼累证增加,包括延长签证及牌照审批,处理跨国员工及商业文件,以至货物检查时间增加等, 仓库租资租任需求下降,贸易战状令港商在美国的生意大减,其他国家助享于人之利,眼见中国在美的投资者逐步消失,而香港于美国的投资亦下滑,令日资公司受惠。 今年日企投资美国的金额势创199年以来新高,日资在美涉猎的业务,包括法律顾问,金融服务及市场营销等。 此外,贸易战的影响也蔓延至香港其他行业,包括房地产,他留意到因未来经济不明朗,中国及香港仓库租任需求降温,在采购及制造业方面。 他得知部分厂商正考虑将厂房由中国搬至东南亚,但相信此事基于人工成本上涨,而非加征关税所致,他俗指,厂家会考虑把不太复杂的商品生产线搬离中国,但需要较复杂生产技术的货品,例如小型电器,其生产线则难以在短时间内搬迁。 然而,生产线关闭势将成本转嫁消费者,他期望,香港能在中美贸易争端中,保持中立及开放,并利用其与美国的良好贸易关系,突显自身优势,到过难关,香港美商会同意美国对贸易亦差的大部分批评。 但刑主将美国可以用更明确方法,表达中美长远贸易关系,带领两国迈向新常态。 感谢观看